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来到8月7日凌晨时分的桑普论证 欢迎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 之余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 和利用Superfans Function 赞助支持本人 我们继续讲关于江文燕的消息 很多人说江文慧的消息 为什么又讲江文慧的消息呢 江文慧的消息已经过很久了 希望不要再讲了 我首先做几个处理 第一 我今天的图卡打了黑线 把眼睛画了遮一遮它 免得影响观瞻 也影响我的流量点击 大家不喜欢吃不下饭 不得了 这个就是有人提醒我的 我希望大家明白 第二件事就是 事情有新的发展 这个新的发展更加就是 明白到一直以来我们讲的江文慧 因为Vivian 我差不多是第一批人 如果不是第一个 第一批人 在讲关于江文慧的真相 到今天为止 他仍然有部分是极少数的评论人 仍然是死心不惜继续硬撑他的 OK 这个硬撑他去到一种 匪备所思的地步 我都稍后会讲一下 那很显然 由他那个碩士论文曝光开始 怎样讲到这个占中事件 是多么离谱 多么坏 怎样要用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完善选举制度方法 去制止外国势力干预香港 反对反送中等等的东西 我们知道他的理念很清楚 不是理念 他有一种英武学舌的一种 復应于党国的心态相当清楚 好了 还有人支持他的话 不得了 接着有人搬出几种理论 就说 看一个和政治分开的 我先不讲这些 全部垃圾的理论 OK 我们讲回最新的进展 江文慧入马会 做马场大亨 是不是呢 大亨就未必了 小亨开始做起 在巴黎 根据光传媒的报道 我先把有关的facts 讲一次给大家听 如果大家未注意 可以注意些facts 接着我会分析几个不同的面向 给大家看看我的预测是什么 在巴黎奥运女子重劍奪金的江文慧 日前在Facebook宣布告别全职 劍激运动员生涯 期待有新的职业发展之后 香港赛卖会公司事务 执行总监谭志源 谭志源 当时政改三人组 有林郑月娥等等的人 谭志源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 2014年预测运动清场之后 他就说公布给全部人 都要按照人大831的框架继续进行 所有的事都很清楚 就是说他这个英武学舍 帮共产党维夫作枪的精神 发挥到极致 但当然了 林郑一上台之后 没有再找他来做官 就放了他去哪个地方 马会 其实马会 你不要小看他 以前港英时代 还有三个重要的机构 我记得 一个香港会 你进到香港会 非富质贵 后来当然融族化了 我也进过香港会 即是不是会员 但是别人进过去 但基本上 香港club 基本上都是非常厉害的 你一个马会 入马会 都不差的 即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 另外一个叫中国会 中国会 就是很红顶的东西 就是在中英楼上的 这些这样的三个不同的club 都是一些所谓的中环的阶层 就是一个很响旺的地方 当然要交很重的会费 进去的地方 很好招呼 很私密 即是很私人秘密的地方 这三个是重要的 当然其他机构 例如汇丰银行 马会 那些大家知道是 什么仪和 那些东西 大家知道是一些大的洋行 今时今日都不是用这个围到 去看问题 现在全部中资 但可以看回 在当时港英年代 甚至在主权现在初期的香港 的确有这样的一个痕迹 好了 那这个谭志愿 入了马会 其实马会处理了很多东西 即是小弟 即是在做商务律师的时候 都清楚 马会的内容虚目 因为马会里面 有很多房地产项目 在中国 甚至在全世界 包括东南亚 都有关于它的项目 那不知房地产项目 有很多发展 它根本是一间盈利的公司 它说这个盈利是为慈善事业 其实基本上呢 它和一间公司的performance 没有分别的 它是赚利润为目的 但它打着的其次就是 帮这个慈善团体 在资产增值的名义 去继续投资不同的地方 那它投资当然也有服务 那我不可以否认 说会有这个慈善服务的 但是呢 你会把重心 看到它的商业发展的路向 是非常强的 那这件事呢 在共产党眼中呢 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枯化器 一个资本主义的哨站 那这个地方在江湖年代呢 利用它很多地方 运筹为握都有 那当然有些人找那些什么 达马仔在澳门倒 洗米华那些 现在拉约了 那它在那个地方呢 即是赌钱的 这些就是贪官污里 在那里洗钱 马会是比较难些的 因为它不是开那种翻摊 或者一些百家乐那种赌法 它是赌马的 那赌马呢 就跟那些赌百家乐 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赌马赌博 但是 马会很多营运的事业的嘛 而那些事业本身 可不可以做兇手套帕浪的东西呢 我不知道 我不会抹黑马会 但是很多人 趋之若无 觉得这件事可以呢 这个稳真硬的地方 所以吸引很多狂风浪蝶的 但无论怎样都好呢 马会呢 有没有违法那些事情 我先不说 OK 我所知就说 它有它自己认识的方式 但是它是开赌的一间公司 OK 那它会不会做马长大亨 做李大有钱钱 有发梦王出来呢 那现在未去到那个位的 那江文蔚 那它做什么角色呢 看下去了 江文蔚就被他在2021年接受过这个访问他的人 叫做谭智元 就是谭智元在Facebook在昨天宣布 江文蔚将会加入马会任职对外事务助理经理 然后呢 就在11号 礼拜日811里生 谭智元说 江文蔚被马会的核心价值吸引 原来你放弃了那些滑小小说 放弃了吃早餐和士多啤梨 哎呀 哇这个真是 这个 这个真是恐怖了 我30岁了 各位 记得吃早餐啊 吃一试一试给你了 就是这些这样的东西呢 他现在今时今日 他竟然会被马会的核心价值吸引 我还记得燃油在义的8月1日 刚刚回到这个香港国际机场的时候 讲些什么 他告诉大家 我现在都要去休息一会儿 我们希望呢 膝头呢 现在不需要怕弄傷了 可以滑小小雪了 不然之 他继续以做香港运动员为荣的嘛 觉得是香港是最好运动员的 就是这个培训的地方 为什么突然之间 转转转得这么快呢 不用一个礼拜 是不用一个礼拜 立即就说呢 离开这个事业 开始退役 跟着呢 加入马会做这份工 这份工 我告诉你 不是很多钱的 为什么你会做一个对外事务助理经理 赚不是很多钱 是不是被马会的核心价值吸引呢 那保良国啊 那保良国啊 那你自己做慈善的 那你自己做慈善的嘛 那你自己做慈善的嘛 那你怎么被马会的核心价值吸引呢 我就是觉得是非常莫名其妙的 喂 以他做律师 喂 他可以去考律师的 律师都不是赚三皮一个月 你随便做完 你随便做完你的JD 你已经毕业了嘛 是不是 你那个地方到 你就考律师考试咯 你这么聪明 又会写论文了 我不知道写什么党八股了 你考律师考试 行的 问你 究竟呢 究竟这核楼 应该要不要卖给这个 陈三 要卖给李四呢 那你很几本嘛 习近平说 得就得 得了 立刻百分 那跟着你就可以 立刻拿到律师执照 是不是 香港就是这样的世界嘛 那你拿到律师执照之后 今天去那些地方做 哇 你一个月啊 Year one啊 都不是这个数啦 怎会三皮 那么少啊 所以我就说了 他今时今日 入这个地方到 书磚降跪 所谓何事 你猜真是被 马会的核心价值吸引 如果真是核心价值吸引 对非洲镇制机民 你去这个新疆 不是看乐堂 去镇制些呢 即是穷的人 去零下 去这个 云南那些穷乡辟 去内蒙古那些穷乡辟 去救世嘛 去那些地方 水灾的地方 震灾嘛 习近平不去 你去嘛 江文慧 为什么你不去呢 你被马会的核心价值吸引 你真的会相信 最近有个评论人 我不说谁 曾经跟我合拍过做节目 不是李慧宁 不是郑经汉 不是杰斯 当然不会是快必 他根本在监狱里面 那谁跟我合拍做过节目呢 大家 即是 不是曹家超 不是潘东海 不要想这些人 那剩下那些 你排除法律师是谁 他最近发了一个Facebook的post 很可怕 那他就说 哎 我们看到这个江文慧 和这个常林法师对话 那常林法师和他对话的时候 看到江文慧是多么谦和的 是多么善良的 是多么純真的 他说世界上呢 都是建制派当道的啦 建制派当道的时候 如果你要去抢夺他 那就是世界大乱的啦 那就是根本上 七国六国大风上的啦 你今时今日 喂 他说江文慧这个人 够真诚 你不喜欢他 就算数咯 你为什麽事要去 就是跟他说呢 每人头上有一片天 干兴底是 这些这样的人呢 我想说给大家知道 每一次他这些阻交 不断去批评你 你们怎麽批评他啊 干兴底是 其实很简单 一个很简单的反驳嘛 那我桑普说的东西 又不得罪你 那干兴底是呢 put it back to his face 你完全不能回答的 这些所谓的相对主义变证法 或者所谓的虚无主义 或者这种呢 有他说没你说 责力高地 你没有知识 你没有资格 你没有经验 我食盐多过你食米 用这些方式来处理问题 就是以为 就是 毁己之不能 揭人之急 因斯以孤直 其实只不过是说 自暴其短 人是怎麽样去处理问题 很基本 你不讲善恶是非 真假公义 跟着你讲 我就是看到世界上就是 建制派 永远得胜的 正反合 全是讲positioning 那它是正 那你的反对派是反 你反一定被正食了的 就是合 永远是正合了个反的 它会将反的吸入去正道 然后正的 永远是正的 所以反不能胜正 而合了之后呢 现在继续辩证 无限辩证上去 这就是克格尔 马克斯的辩证法 是左派思想的冤手 他认为 江文慧站在正的一边 所谓的黄之锋 所谓的桑普 是站在反的这一边 你固然反的会失败 因为历史潮流浩浩荡荡 就是由这些建制派所写的 是圣利者所写的 这些成王败构的思想 就透过他用正反合的辩证法 不断发扬光大 和常林法师去对话 于是说他纯真 谦和 而且觉得他非常敦厚 于是说这个人一定是建制派的龙凤 他有他的天 我们不要干预他 我们为他鼓掌 我好刻认真 到今时今日 还要在他的论文问题 已经被揭发之后 继续写有关的铁文 是非常非常令人讨厌的 我不开名了 我只是评论思想 有兴趣的 自己找着 找回我讲的是什么人 自己 我不对号 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大家自己去看 这个就是他的想法 你说被马会的核心价值吸引 按照这位先生的说法 他就觉得 喂 他头上有一片天 干轻抵士 他被马会的核心价值吸引 那需要桑普批准呢 他当然不需要桑普批准 但是我本身是否可以批评 你没有搞错 假仁假仪 是不是 你今天根本不是被马会的核心价值吸引 是党要你这样做 那你说证据呢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我的分析 我读完这篇先 他说他渴望 贡献社会的心和马会的理念一致 江文慧巴黎奪金之后 在上星期四 8月1日回来香港 他在机场被问到会不会再战下奥运的时候 江文慧没有松口下一步的计划 说需要时间再思考 去到上星期二日8月4日 江文慧Facebook宣布完成三次奥运之类之后 决定休息一下告别全职劍击运动员生涯 并且说期待有新的职业发展 令我可以学习及成长 装备自己回馈香港 去到昨天的下午 香港财卖会公司HKJC 即是HKJC company 香港财卖会公司事务执行总监 前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玥 在个人Facebook发文 说江文慧将会加入马会的corporate affairs division 公司事务部 任职assistant external affairs manager 对外事务助理经理 你问我这些职位 一个法律人 即是一个lawyer 你出来不外乎的基础职业 即是不一定的 不过扶养职业 律师 檢控官 法官 DOJ里面的法官的人员 或者你是律师有两种 一种在律师楼 一种在公司里面做法律的顾问 这些大律师 訴訟律师 大假法 whatever 这些是律师的基本的职务 但很少说你入了corporate affairs division 完全不发挥你律师的长裁 甚至你现在读完JD 你今时今日都不会考个PCLL 或者你这样说 你都不会考律师考试 然后你又不会实习 然后你要去做这个公司事务部的东西 完全脱离了你一直读法律的初衷 你读法律都读了很多年了 是不是 那你在这个人民大学里 拿到个法学碩士 跟着再用这个地方 去到中大道读了个法 JD JD其实是D的意思 只不过是说 你的本科是读国际关系 你斯坦福大学 跟着你 香港最近这几年有个銜接 JD 学美国那一套 就给他读三年 这样就可以去这个 去考这个香港律师考试 好了 那你读完JD 为什么你不去考呢 喂 稳真的 如果純粹从稳定的角度 自由竞争的角度 没有人牵引的角度 你应该这样走 那你不是因为 马会做慈善这样做 绝对不会 怎会这样做 人工又低 前途也都 如果没有人帮你铺路的话 是根本上是玩完的 即是等于你去到 corporate affairs to division 你做一个弹散 二打六 assistant external affairs manager 对外事务 助理经理 连经理都不是 副经理都不是 你问在香港的银行做的 就算是中银 都不会叫助理经理 即是低到无倫的 那他一星期日你身 钱是不多的 稍后会讲一下这个问题 喂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你从一个责业角度是不通的 除非另有红线牵引 今天谭智元在铁文中说 江文慧将会协助推行一系列的项目 涵盖社会公益 青年事务 和体育发展 记住他怎么说这些CV 也好JD也好Job description也好 他是对外事务助理经历 即是他基本上如果他职务 是助理经理 他听命于很多人的指挥 他没有自己主动性去做这些东西的 OK 那你想一下 他在那个地方是否江青二世 摆明是助理经理 实际上可以移子弃士 不得移之 我相信未到那个位 即是有人说 去到那个地方 在那里摆明是功高盖主的 你是当红炸子鸡 红人 那么很多人都买你拍 老板都要记你三分 这样 我有少少不同的看法 我看法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说错 他是个地下党员 地下党员共产党30岁 都不算脱脱脆的 基本上30岁 你都是 已经30岁 OK 那你之前 21年才拿到那个 什么 JD也好 什么碎士也好 那刚刚都是 新宅 新宅师妹 那你新宅师妹的话 那在那地方打滚 试炼 给党观察你一段时间 不是被你查撑督撑的 喂 这个和江青 和这个彭丽媛不一样 人家是主席 党主席 毛主席 习主席的老婆 你呢 不是彭丽媛 你只不过是个地下党员 30岁 还要有牌磨和熬的 是吧 你要熬多久才成为叶国华 你要熬多久才成为许家团 你要熬多久才成为张俊生 你要熬多久才是张晓明 给你扔了声 不见了你 对不对 这些是要时间的嘛 你猜你30岁是什么 是新宅白皮 没有这样的事 梁振英 30岁 都不是茶撑督撑 染染上升 有时候要处于低调 现在就是党交托江文蔚的任务 一 你不要揭露自己身份 二 要全部港共的集团 不可以揭露他的身份 低调处理 为什么呢 观察这个人 看看这个人有没有本事 一 看看他做不做到的事 二 没有能力强不强 第二 收封情报 哪个大陆高官 在马会里利用这个市坑 去拖市的 赖市的 敏市的 去外面 散家财的 里面这些谭志源的人 也是打小报告 所以个个都买他怕的 但是呢 当他妹仔那样洗都可以了 即是他呢 谦谦虚虚 即是公公敬敬地做事 是这样的 因为他年纪是30岁 你有什么新屎萝卜皮 你只不过金牌得主 而说真的 马会道 地下党员 只有你一个吗 比你资深的一大堆 只不过你当红炸子鸡 个个地下党员看着你 表面上呢 笑鸣鸣 写上呢 口蜜福剑 个个都是这样玩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他是处于一个 比较被动 要表现的地位来的 就是和这个 彭丽媛 江青是不能同日而遇的 未来会不会成为江青和彭丽媛 我不知道 我不会批死这件事 但他开始这阶段 不是 OK 做什么呢 表面上这么说 大家出对社会logo 我都知道 社会公益 青年事务体育发展 其实就是做二打六 跟着他同时兼顾公司 事务执行总监 与各界持份者联系工作 这个真的 就是等红猫宝宝 专门和其他人打招呼 大家 哇 厉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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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厉害喔 光民演员 每个人都夸他 那当然是这样夸的 因为他又不知是底势 对不对 其实某程度 中文控股那些 大家知道的 全部是公开资料 但是大家都一方面说你怕 另一方面知你信套他了 所以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 其实他很难做人 你看看 他现在这样被人捧了出来 那么高调 怎么做人 那谭志源说 马会致力支持精英运动员的培训 和退役后的事业发展 非常高兴 江文慧被马会的中资和核心价值吸引 又说江文慧渴望 贡献社会的心和马会的理念一致 那大家知道 他就是在那个碩士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的碩士论文 说到佔中是以违法佔领道路 防外社会秩序的方式 声称争取真普選 事件歇视香港社会严重撕裂 应用是祸害极大 违患深远 野人网民的热议 那大家知道 葉劉淑儀在Facebook上 支持江文慧 天经地义等等的东西 他批评流亡海外港人 攻击江文慧的立场 令人作呕 就是觉得我 令葉劉淑儀作呕 那就对了 我的目的就是令他作呕 所以很基本的 一种逻辑就是什么呢 其实叶劉淑儀和江文慧 应该声声相识的 叶劉淑儀当时候 他曾经被高捧过去到 2003年的位置 然后运落 因为你推23条 那时候推不到 那接着拜拜 讀书 史弗洞大学 又是史丹福大学 是吧 戴瓦门 Larry Diamond 记得他的论文 记得他的教授 这个教授 我也跟他谈过 这个 Stanford University 的Larry Diamond 指导他的论文 写一大堆不知什么垃圾 好了 跟着回来 就是什么 跟陈太 竞选什么 这个 港岛区立法会议员 不选 最后陈太太赢了 陈方安生赢了 那么 叶劉淑儀当时的标准 就是新的一业更出色 我还很记得的 新的一业更出色 是吧 那当时候 那保选之后 输了之后 继续转跑道 新民党主席 2010年 是吧 然后逐步逐步扶摇直上 去做一些他的事 最后选回到立法会议员 然后一直扶摇直上去 这个就是行政会议召集人 后面的事 就是大家都知道历史了 你会看到就是说 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说 一个人回到高峰 跌 转轨道 转轨道之后呢 再 几个tambulance再上去 这是共产党将人 不断不断洗的方式来的 那你问我 江文慧的后台硬不硬的呢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里面 红色的圈子里面呢 或者会略之一二 世界上很多样东西 所谓后台硬呢 某程度上都是狐假虎威的 就是等于他老 他老爸 他和宋小庄 我昨天说过 江国辉 和宋小庄过重甚 可以在什么中文控股有限公司 去做一些董事的职务 那后面当然有另一条线 在提拔他 那问题就是说 喂 一条线的老板有很多人 为什么用你 而不用其他人呢 最重要就是说 你有表现 又红 有专 上面的人觉得你很小 很用 就将你提拔 若江文慧发掘到 喂 可造之材 好过陈克勤 好过周浩鼎 好过你曾玉成 喂 站出来 行的 整个足声妹那样 然后呢 说话有少少 一些英文口音的广东话 跟着呢 又在那裏 扮可爱 扮纯情 哎呀 大家吃一士多给你了没有 记住吃早餐哦 哎呀 我三十岁了 好害怕啊 就是用这些方式来 和大家对话的话呢 那继续在那裏 用这些这样的 这些叫 台湾的Signite 就是叫做 在那裏 撒嬌 OK 的方式呢 来这个去 对待人的话呢 结果就是一定呢 就是想到很多人的 想到一些男人的 那用这个方式 扶要即上呢 就不得而知了 是不是个个人 就很难说 所以可能性很多 那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呢 江文慧看到他帮着的 是不是就是 谭志源呢 不是 谭志源我记得就是说呢 是公司事务执行总监 OK 这个是谭志源 负责公共事务部 赛马及投注传讯 议题管理 公共事务部 企业及慈善传讯 内地事务部 以及江文慧将会任职的对外事务部 四个部门的 那谭志源都不是No.1 行政总裁是 应加柏 政改三人组之称 但政务方案最终是2015年被否决 大家知道等完发肃事件 2017年 林郑当选特首 谭志源没有过渡到新政府2018年至23年期间 谭志源是全国人大代表 跟着他在2018年8月加入马会担任 言职 那大家知道的情况是什么 那跟着呢 这个是谭志源的情况 我的问题就是说 谭志源是否江文慧的上线呢 未必是 他是整个马会里面他的老板 但是谭志源呢 你问我呢 他未必是他真正的线 表面上的 的solid line 就是谭志源指导你 但真正的老板 dotted line 可能是另一样东西来的 真正的老板就是说 一直以来扶持着你和你的老爸 江国辉 甚至宋小章的更上线 而更上线是否真的有 还是你胡假虎威 假如我是真的骗人呢 那你才知道 每个人在估计 每个人看 但是呢 墓里看花 不是花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秘密 地下党的秘密 这个就是呢 我看到现在江文慧的情况是这样 究竟他是爷非爷 是真的有靠山 还是只不过是说呢 胡假虎威呢 时间是最好的检验标准 但我只是说呢 短期内他不会好似江青 或者彭丽媛这样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隨便做一个废位就算数 不会的 他一定呢 就是 他一定呢 要有所表现 去表忠 而有所表现 他既要谦虚 所以人家是对他高捧 两个相成 他能不能够把握机会 在党里面呢 斩路头角呢 我觉得就是有可能的 OK 但是我只是说呢 他要面对的崎嶇道路相当多 那这件事呢 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 就是江文慧的走位 我认为江文慧的走位就是说呢 我先拋开黄蓝先 我只是说他在这个地方 这个红色的世界里面 因为这个跟黄蓝无关 是完全跟红色世界里面 他能够慢慢扶摇直上升的话呢 我会觉得他 机会挺大的 但是他本身呢 就看他懂不懂得去 就是 压低自己去扮东西 去骗下人 去骗下人 哄下人 这件事呢 我看到他有这个 潜质 就是他性格呢 不像我这些呢 有一句说一句 他那些人呢 做戏就最擅长的 你看看他那些气真是交足货的哦 所以我认为这种那些人呢 是极度 陰险 去危 而可以使很多人呢 就是透坏松泡 这个东西的话呢 所以我会看高他一线 他会由 现在中间的位置 慢慢慢慢扶摇直上爬上去的 所以你会看到很快 这个位置呢 只不过过冷河的位 过完冷河之后 他会做什么的职位呢 这个才是重点 甚至乎党已经铺好给他 但他不会告诉你 他怎么驾驭你 那你是个男人来的嘛 那我每次告诉你 你十年后做什么 十年后做什么 那不如你做完我老板吧 我一定会告诉你 人人有希望 个个没有把握 有本事 就变得KPI 达到 那我们下年再跟你说 什么升职的问题 其实有条路已经铺好给他 只不过要他每一年 他达到的标准 逐步逐步往上爬 爬到哪个位 什么都是可能 就是最高的 就是共产党的世界 当然不是给你做爬妈妈 是不是 第二个老婆 难道你从习近平 你做习近平 第二个老婆 当然不可能 你做什么呢 大概是特首啊 港区人大啊 政协这些位 但你要做到这些位 可能是五六十岁 你的三十岁 先捱一下 先打滚一下 可能做一下立法会议员 做一下 区议员是太于尊降跪了 你做立法会议员先 或者是什么选委会直选 可以给你直选 你做完呢 嗨一下嘛 给大家民情洶涌一下嘛 三会啦 是不是 你要做些什么问责局 可能你的大财小用 给一个什么 杨润鸿的位置让给你做啦 民体女局局长啦 適合你了 是不是 可以的 就是由立法会议员 入到去民体女局局长行政会议 代替了叶楼数的位置 做完特首也可以 第二个女特首啊 那女杀手第一个 林郑月娥第二个给你 依然七七七 现在就是呢 一个金啊 所以全部都是这样去玩嘛 这种就叫过冷壳的手法 那他当然他心里面都觉得 嗯 很有野心啊 其实律师 你看看 如果是这样 律师对他是什么 赚鸡税那么多 是不是 几万 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万 nothing 是不是 我做一个 喂 我做一个什么鬼 譚志源啊 现在他老板的位置 都五百万年薪 一年薪啦 喂 我做一个问责局局长 都不止这个数啦 我还有大把东西可以赚钱 我需要什么 需要做这些 那些 挨揽律师 坐着东西 天天在那儿填time sheet 天天在那儿开会 写合约 出庭 跟着面对一大堆的风险 有客的时候呢 做到停不了手 无客的时候呢 就说 哭敢口 为什么事呢 不如呢 去做这些高官 不用做眼眼脚 天天在那儿数抄票 更好过啦 对不对 但是现在不行了 你要认真做 别人在试验你 OK 所以这个试验 会不会通过到呢 在考验他 什么可能都会 但我觉得呢 以他这样的 的情况呢 会觉得 那个成功的机会呢 是很高的 很高的 那这个就是我的看法啦 那么 好了 那我们先看看有关的 有关的其他新闻 就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这个 我们知道在这个破格请人的问题 是 因为前区议员林兆斌呢 就是翻查马会网站 发现和江文慧同一个部门 同一个称为的招聘啟示 就是这个 刚刚说的这个对外事务部门 这个有关的对外事务助理经理的这个职务 那就是林兆斌很认真 他调查过的问题就是说呢 同一职位的招聘啟示 入职的要求写明呢 在对外事务政府关系 以及或者这个传媒企业全新范畴 最少具备六年工作经验 六年工作经验 另外 需要证明相关经验 能提供文职支援 以及处理秘书工作 能够支援委员会 或类似架构更佳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 至少 不要nice to have 至少你能够支援文职支援 能够先当你这个算数 六年工作经验 你任何一间公司去请人 你的job description JD 你拿出来 跟着HR 如果部门呢 我知道马会 我也认得 当时HR 你首先要将人的履历拿出来 和你自己的job description拍来看的嘛 那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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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拼走 一项没有 都拼走 OK 这个基本原理嘛 剔掉那些,拆掉一碟,看看需不需要见, 然后给老板看看你需要排斥聚见谁, 这个就是每一次, 一间公司要招聘人的时候一定有的一种功夫, 那你今天,你看到这个江文慧, 他是不是有六年工作经验呢? 他是零, 他运动员不是工作经验, 零,你说清楚一下, 对外事务,政府关系, 或传媒企业传信范畴, 最少具有六年工作经验, 和体育的运动员没关系的, 他说马会这次真是破格请人了, 这个是林小斌说的, 追新闻发现在linked in, 在两个礼拜前, 张贴同一个招聘广告, 但是不是江文慧即将你身的工作, 作伤同, 谭志源就没有在Facebook帖文中交代, 即换言之, 一,礼不乐坏, 今天写的一套, 其实很多人不去投, 都没用,你投都没用, 总之, 现在党,共产党指示, 马会请人破格, 我这什么六年, 请,直请, 来到这里, 8月1号, 都没想着要投CV, 即刻, 8月11号就要上班, 哼, 厉害, 为什么? 共产党吹鸡, 马会要跪低, 另外看回, 马会招聘广告是没有提到对外事务助理经理的薪酬详程的, 那参考网站glassdoor, 提供的数据显示, 有55个人分享, 在马会担任, 助理经理, 就刚刚说你的assistant manager, 的月薪是多少钱呢? 其实不会很高的, 当然你会比香港一般的收入中位数高, 但他真的不是很高的, 3万至4万五指甲, 3万至4万五指甲, 喂, 江文慧, 你这个真是很厚的律师, 他那些外资事务所, 中资有名的事务所, 第一年的薪水, 都远远超过这个数, 不是远远的, 稍为超过这个数, 你都不用3万至4万五, 何苦呢? 是不是? 我会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3万至4万五, 年薪大概会成12, 就是3万6至5万4港币, 不是, 36万至54万港币, OK, 给江文慧担任精英甲家类别的全职运动员的薪水, 多出大概五百元, 不是五千元, 多出五百元, 其实差不多而已, 喔, 你这运动不好吗? 滑 ? 你要继续做你的那个劲集重劲咯, 是不是? 你不是, 你要做这个今次辑 encontrar Э!! 是吗? 但你觉得这个真正是他的目的吗? 我真是不会相信啊, 另外, GX文慧在巴黎奥, 奥奥奥金之后, 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的600万港币奖金 其实600万在一个人生来说 说真的你不是拿着600万去退休 中卢合彩派彩都多过这个钱 所以600万楼是买不到的 三楼就买一堆 那你想一下有什么意思 600万打算做慈善 30岁人可能做慈善 你多有趣 赚钱最实际三万至四万五 怎么说都说不通 他在Facebook宣布退役决定的铁文 透露将会设立自己的慈善基金 给小朋友重拾运动的乐趣 又要搞自己的慈善基金 又要去打工 你真是聪明了 还有你那个所谓的三万至四万五的人工 那你打算是怎么样呢 今天你是不是要做慈善呢 那这个是大问题 其实最后你会知道他真正的水耗 不是那三万至四万五 是未来共产的 但是他说苹果的饼给他割下东西 才是杀食 那希望大家明白 江文蔚他现在就是 正是一个转型期 而且被试验的期间 那这个时间呢 大家就是看他是不是胡家虎威的时候 OK 那这件事呢 如果大家要引人入声的故事 就看下去 但我想大家注意一件事 不要再撑他了 他整个真身已经露出来了 由中国人民大学的 学法学碩士论文的内容曝光了之后 他的真身已经尽露了 那现在你看回呢 每个人都开始收敛对他的赞美 除非你是蓝丝 或者是粉红 否则的话 你一般的人一看到这个情况 是立刻修炼了 那接着呢 很多人就改 他们自己移情的作用 他就会支持另一些人 那我觉得支持另一些人呢 反而我没有那种反感 我不是香港了 我不能够说 我会支持香港的运动员 张家朗 何思培 欧海淳 但我很能够理解 我的很多的一些同道 朋友 为什么会在香港 依然都很支持这帮运动员 虽然我们是 不是有相同的看法 但我会尊重呢 他们的不同的看法 那我希望你们尊重到我 本身在台湾道 我支持台湾队 论阳佩啊 也都很多谢很多人呢 都支持台湾队一样 我心是No.1 是台湾队 No.1 OK 香港的朋友 可能你No.1 是香港对某一些不是这些江文贵之类的人 而是呢 这个其他的人 OK 譬如说 讲一下何思培 那我记得就是我上次都讲过了 方力生TVB 访问过何思培 还有其他的 比如欧凯淳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运动员啊 那大家都讲得出呢 他们讲的一些东西是比较自然的 那我的承认是比较自然的 那他昨天呢 这帮运动员呢 就回到香港 那类似一百米二百米 自由泳都夺得同牌的香港女飞鱼 何思培表示呢 明白到 奥运前有很多人 对他有不同的期望 那他认为呢 成功在比赛中发挥到自己最好的表现 就是没有遗憾 对能够代表香港出战奥运 感到光明 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 他们想讲什么都没什么所谓 对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事嘛 不是好像那个老评论员那样说呢 就是说呢 每人头上有片天 天干轻底事 就是用那种方式来讲话嘛 他这个讲法就是对的 不是好像刚刚讲的干轻底事 而是说呢 每个人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那你不讲什么 但是我都可以说我要批评的东西嘛 是吧 如果真的觉得每个人可以讲自己的东西 你会收声 你不会批评的嘛 你不会用一种所谓傲人之知 压夸别人的方式 You are wrong 用这个方式来讨论问题嘛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那么他期待呢 接下来这几天 只是在家里 只是睡觉 什么都不做 那这个就是想躺平 那这个就是何思培 起码呢 他能够躺平一段日子 是OK的 那么今届 但奥运类之100米的自由泳比赛呢 今排由瑞典的 施祖堂器52秒16 奪得 银排美国的胡斯克52秒29 而何思培哲52秒33 换言之三人成绩 相差都全部不足一秒钟的 甚至没有0.5秒都没有的 所以大家都咬得很紧 其实这些高手过招 真的差一点 这个就是有时候有运气 和实力 和临场心态 状态的问题 那么无论如何 他第三名 已经是相当厉害的了 高手过招 没有人会说 他是运动不行 他运动是1.1的 非常好 那么中国香港游泳总会主席 黄敏超 早前仔电台节目说 对何思培的成绩感到开心 但因为前三名游首 时间非常接近 认为何思培差一点 就有更好成绩 因此少少感到遗憾 其实没所谓 我觉得怎样都好 他都是在很多人眼中 他在体育上面OK的 等于我说 江文慧 我不会觉得他体育不OK的 他耍剑是有一定的能力 你记得他1比7是造假 怎样造假 你要有证据 但是他起码 我觉得他耍剑OK 我先不要说 那个教练接了电话 然后对方的教练不断让他 我不先做这些阴谋论 我只是说他毫无疑问 他耍这个重剑 是有他的一套 A皮有他的一套 但是我们不可以说 我于是很欣赏你 不行 你不会因为今天何君尧 他今天去博城 打败了另一个人 于是觉得何君尧 很厉害 我们支持何君尧 虽然你是参白 但是我依然支持你 这些痴妈根 简直是 结了相巴亡尿痛 自己的杀父仇人 杀手足的仇人 害手足的仇人都不记得 这些人是不是瘋了 但是你看一下 何师傅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他和江文蔚没有得比 而他的对答是非常好的 他说到最后就是令人觉得很感动 就是说他说到就是我生在香港 OK 又是在香港接受教育 亦都在这地方学会游泳 香港栽培我 所以他很荣幸代表港队的 他说能够做这个持旗手 持旗手 不要将以前和那些北京奥运 那些所谓的传的伙具手 完全看一样 那些人在现时 他持旗手就是持特区香港的旗 为什么呢 那是不是代表他很喜欢这个殖民统治呢 你不要这样去解释 他只不过是说对于香港这个地方的归属 其实他完全听到整个谈论 他没有讲中国香港的 你认真听他广东话 广东话讲很正的 我觉得他讲得比江文蔚更正的 就是说方航 他讲到就是香港 不是讲中国香港的 所以我会觉得他是由冲之言 就是他和其他的纪委都基本上 我会觉得基本上是由冲之言 欧凯淳 简卓彤 谭海林 和刚刚讲的何思培 那他们基本上就变得OK 张家朗其实我某程度上觉得是由冲之言 OK 就是这些东西我会你提得到的嘛 就是你over the time慢慢看他讲的东西 神情态度 语气 感觉得到 接着你再比较 那些男人很喜欢 很喜欢嗨那个江文蔚 完全是两件事嘛 你自己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呢 我感觉到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就说 经常引用因素素 临终致敏自杀之前 讲给张无忌一番说话 就是说 最美的女人越要小心 对不对 这件事的话 其实不是美的 有些男人很奇怪 不是那些客观上美的 有时不知为什么 又不是人家身材好 或者样貌美 而是不知为什么 喜欢某一种的女人 因为那些女人很懂男人的 她中腰中了某种男人的那种春心 那所以就搞定的 那这种人的话呢 停一停 想一想 自己 是不是有些位置 就是 被人迷呢 就是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去考虑的一点 不过呢 各花入各眼 就是我尊重每个人对她的喜好 但是我只是说 我不会 为一个帮纳水 共产政权 去做事的一个 或者为她唱赞歌的人 甚至加入去做事的人 是一个呢 这个 这个 是赞她 那有位评论人就说 嘿 你三普这样说 个个都说 马威斯万受我不赦 那个个去买马仔 去赌波 去投注那些 个个都是蓝丝 那这些叫扯开来说 就是等于 那你要这么说 那你要这么说 九八成八 中大 港大 各个读书 是不是都变成蓝丝呢 你不可以这么说 不要扯开话题 转移焦点 我现在说的 only issue 是江文慧 江文慧 写过那篇 这样的论文 他根本上是个共产党的支持者 洪帝 極度是 極度疑似的地下党员 他加入马会 他加入马会 不是马会本身的问题 而江文慧的问题 他入马会 为何做这件事 他有个政治目的 有人铺路给他的 我今天不是批评马会 不是说你马会到头注 去买球 去买马 是等于你是蓝丝 No 我现在批评江文慧 我记住 我没有批评张家朗的 我没有批评这个 何思培 欧凯淳的 我是尊敬的 尊重的 OK 虽然我觉得我未必是最 现在我心目中 我最支持台湾队 未来还有很多的比赛会进行 是不是 尤其是拳击比赛 OK 就举重比赛 这两个很值得给大家看 我就说 喂 要看这些比赛 我会关心这些东西 我不是关心 香港奖牌榜什么的分数 这个起码是我的心态 你可能和我的心态不同 我完全尊重 你很关注香港的奖牌榜的情况 所以我不是说 起码是 张家朗 或者何思培那些 真是很认真的运动员 而且 你问我 他不是洪帝 我不会觉得 你会看那些 官员 对他们的态度是不同 他们是蓝丝呢 有可能 我不说得細 有可能 但我觉得 这个 是不是蓝丝黄丝 不是我的重点 蓝黄丝政见 黑白是良知 你江文慧 黑白不分 是非不明 是非不明 所以这个是问题 很多评论人 故意在散焦点 或者因为他自己的 慌乱 或者他的愚蠢 或者他故意这样做 来散一些东西 叫做 You stay focus 江文慧 的背景是重点 马会 我不是我批评的重点 来的 重点是江文慧 希望大家 不要lose the focus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